大家好,我是Vienna,我是Chloe 今天邀請了一位特別嘉賓 來跟我們分享敏感性皮膚有什麼需要注意 還有他們有什麼產品是專門用的 如果你是敏感性皮膚的話,就記得繼續看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特別嘉賓Charlene 大家要歡迎她 由於我們不是敏感性皮膚 所以請了我們的朋友Charlene 來講解一下敏感性皮膚的困擾 你講解一下你自己本身的皮膚是怎樣的 我皮膚平常常會生暗瘡 而且很容易紅 一熱就會很紅 以前是就算不熱都紅,但一熱就更紅 然後很容易生的一粒一粒的東西 敏感 但你現在皮膚好比幾年前好很多 所以我們想分解一下 究竟用那些什麼,為什麼可以改變這麼大 我之前有很多暗瘡 所以我去了美容院做Facial 這個是美容師介紹給我的一個德國的有機品牌 它是透明的Gel狀的洗面癌 然後很容易出泡 然後一點香味都沒有,但洗得很乾淨 洗完又不會很乾淨 其實我也覺得很容易 然後這個是Toner 然後是Vienna介紹給我 我在特悲上班的時候 接觸了很多敏感性皮膚可以用的牌子 這個Dr.Hashka是德國的 也是德國的 在德國他們有自己一個花園 一個garden 所以它的產品裡面所有的植物都是他們自己種出來的 所以是比較天然的 我覺得這個Toner用起來 它味道很香,就是那種很自然的香味 但我覺得有點像花露水味 對,有點 但我覺得花露水味很好聞 所以我也挺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拍完之後 它就不是那種很潤很潤的那種 但你會覺得很refresh,很舒服 對,爽的那種 清爽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也是搭著來用的 所以我用的每個牌子都不一樣 Serum的話我會用這個 是一個韓國的牌子叫Racine 這個牌子其實也不錯 近期我也在用這個牌子 它在T&T有得買的 Charlene已經用完了 對,我覺得它很清爽 它很容易吸收 因為我也有用 它是很薄 然後它又會很潤 但是它又不會很... 不會黏的那種 這一隻的話我是有用它的Toner 但我是給我男朋友用 因為我男朋友也是那種敏感性肌 你一塗錯東西給他 其實它遇到第一天 它就會生了一顆粒 好誇張的 它生了一顆粒 因為我之前用的 我還可以用 然後它也會用 然後它很舒服 而且它這隻質素 折出來是好像啫喱一樣的 所以啫喱一樣 但是呢 推開後就變成水 然後皮膚很快吸收 有什麼味道 就跟這個味道一樣 因為這個牌子有出一條line 專門給敏感性皮膚用的 所以這隻是說沒有香料 專門給敏感的人 而且這條line其實也挺保濕的 我也覺得挺好用 因為我是超乾性皮膚 我用這個時就用這個toner加的serum 然後我就用了這個cream 這個是illuminating cream 這個cream是很保濕的 唯一我不喜歡它 因為它不是敏感性系列的 但是它很保濕 我聞到它有一股 我覺得是chloe的香水味 我就是 Vienne就用了這一種 我用過這條line的serum 我不記得了 這個是超保濕的 叫ultra hydra 這條line的serum 都是很保濕的 很保濕的 就是有時候晚上懶的時候 我塗這個 我就沒有塗cream的 但我就很喜歡它 因為我唯一用它 不會凹皮 香 這個牌子就是 其實是敏感性的 我用的那條line會比較好 這個你知不知道算好了 有一次我去T&T 我聞了它一隻美白的 狂袖 哇 抽很多 有很多 我之前買的時候 他送了我一支美白的toner 一噴出來 全部全部都是酒精 哇 真的 因為美白一定有酒精的 酒精味真的很濃 非常之濃 我是那次打開它的cream 就聞到我 哇 噴到 我的香精很厲害 所以對Alcohol敏感的人 是不能用美白 不過這個保水系列就還好 它是有香精 但是它的香精是接受到的 它是很滋潤的 它是很滋潤的 我喝了自己的口 但是它是能接受到的 香精 接受到的香水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噴了香水 然後出街 但也不算特別香 嗯 不算特別香 有些護膚品是香過它很多 美白 不知道抗咒還是美白 那種才香 在鏡頭蓋的 很冰的那種 這支還好 這支我都覺得很好 最後會用這個Smoothling Cream 接著它 擠出來 它又不算太creamy 但是比起 比起 Serum來講 我都覺得它是比較 thick 厚一點 厚深一點 本身Charlene是用Dr.Harsha 因為她那時候來的時候 我介紹她用了一整條 一整條 不過她是用Malisa Cream Bay Cream 早上是用的 Malisa Day Cream 因為Malisa是我的 混合和油性皮膚 嗯 對 我大那支 不知道放到哪裏 就拿一支小 這支小的 我覺得它會有點乾 乾 然後它還有一個 它是一個油一起用的 我會把它們混合一起用 但是我忘記帶那支油過來 要混合一起用才不會那麼乾 然後以前Malisa 我會用這個Nine Serum 它也是很薄很薄 一塗下去的時候會很舒服 但是很快就會變得很乾 因為很黏黏 所以後來我也是會換這個 Rassin這個 這個牌子 因為冬天很乾 所以一定要換這個才會夠保守 加拿大因為有熱 所以是特別乾的 那些熱很抽乾的水分 不是 其實Dr.Hashka有出化妝品 因為我在回Dabay的時候 我經常叫朋友來找我用相片 然後我就塞了粉底的相片 給Charlene拿回去試 因為他一試之後就很喜歡 所以就一直在買 因為我平時如果一塗粉底的話 會乾淨 當日馬上乾淨 但是塗完那個之後就不會了 但是那個coverage不會很高 但是輕微均勻你的膚色 你不可以期望它什麼都會幫你遮蓋 但是精神一點 那不錯 它還有出唇膏、眼線筆 我聽有些人說 有些人是唇部敏感的 不可以塗很多唇膏 其實那個牌子挺好的 Nukes那個牌子也很好的 都是給敏感性皮膚 因為我當時很多客人都是敏感性皮膚 我當時有用它 洗面子 洗面子很好用 我還沒用 是我給了一堆 粉紅色的 然後 在很久很久之前 幾年前 去年 年初的時候 我還沒用這個牌子的 護膚品的時候 我買了一個 SPA機 然後 我覺得這個SPA機也挺好用 然後你按 然後 它會亮燈 現在它是閃閃閃 它就在預熱 然後你等它五分鐘 它一共是 一共做十分鐘一次 然後前五分鐘是倒入 然後它會震 然後它會震 然後這個頭這裡 會熱 然後它這個頭 好像是用 太金屬 太金屬 做的 然後它說 對皮膚很好 然後你用完之後 覺得護膚品都是 熟了進去 吸收得很好 然後 前 吸收是五分鐘 然後五分鐘是 按摩 抗皺 然後它會變成綠燈 然後它也是震動 然後這樣可以瘦面 你覺得有沒有瘦到 我覺得用那一陣子 我覺得瘦得提升了 但是很難 其實這些機器 你要堅持才有用 要勤力一點 你不可以相信 有些人說 你用一次就行 其實這些你要保持每天都要用 你才會看到效果 它推薦你每天早晚都用 十分鐘 十分鐘 我們試過有一陣子馬刻用 但是堅持了 一個星期 很難 其實馬刻想快點上床睡覺 對 在床上 的時候做 你可以一邊看電視 對 看電視 不過它也挺有趣 小小的 它不是很大 挺好的 我叫Lady S 很重 質感挺好 它不像 New Skin 可以說 很輕的 很膠 而且你用的時候 它在這裡 隔離 這兩邊 這兩邊 是金屬的 然後你要這樣拿著來用 哦 這樣倒電 對 你要這樣拿著來用 很有趣 對 好像挺好的 對 想買 T&T 看到它 你是不是減價的時候買 原價是298 好像買一部Foreo 超貴 然後我買 有一次經過T&T 看到它在打摺 我一開始從來都沒見過這部機 然後我一開始買 它是寫著瘦面機 然後 挺好的 然後看它298 減到199 然後 減了100元 然後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那天 然後我就買了 好像不錯 等一下 等一下 有什麼減價 好像有咒 因為 這裡開始有咒 想抗一下 然後它說 這裡有個邊 嗯 這個邊 這裡是眼角位 哦 就是它 這裡就是面 那可以有鼻子 鼻子也好 你媽媽不是說 不知道哪裡有咒紋 你可以叫它試一下嗎 不是 我也有 我也有 我的表情紋 我的表情紋很深 它是這樣壓 這樣 還有我鼻子中間有很多紋 因為我經常這樣 可以這樣 是 不錯 太大做太大動作的表情 那這個是不是充電的 有 充電器 忘記帶它 很多 就是Samsung Samsung 那種充電器 其實可以充的 充了但會不會很快沒有電 可以用很多次 可以用十幾次充一次電 哦 那也不錯 講開一部機 其實Charlene 其實Charlene也有用過洗臉機 Charlene就是用一個Clarisonic 還有Glorio 它可以做到一個對比 我兩年前 三年前買了一個Clarisonic 然後我買過的頭是最 delicate 最遠是給民進性肌膚的頭 然後我覺得 當時用的時候 一開始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覺得很好用 嗯 但後來用是用 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用 不是 對 然後頭髮也要整天都要換 每三個月要換一次 其實 你的產品 一向都很容易滋身 細菌 你看它的毛長 床都很深 然後後來 到後來我覺得 其實都沒有什麼用 然後 我做Facial的時候 美容師跟我說 敏感性肌膚最好 不要用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我就 那我就不用了 我就沒有用 然後直至後來 上年 因為我們在封房 又不是 是我們買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說 真的很好 你一定要用 然後就送了Charlene去買 那部Foreo 我覺得 後來我就 第一次用Foreo的時候 我覺得 Foreo 真的很乾淨 真的 會有那種 呼吸的感覺 清潔到毛孔的感覺 然後洗完之後 都會覺得 又不會覺得 痛 又不會紅 所以 我也覺得 OK 但是我買的那部是小的 它只有兩個speed 只有慢 和快 嗯 嗯 但其實那部我OK 因為我自己也是用小的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 不過Kloe就會喜歡用 我喜歡用大那部 因為小的那部 它那兩個speed 都不是很適合 因為我一開始用大那部 後來給我媽媽拿了之後 我買了小的那部 然後突然之間 那個變化 就是因為我用大那部 我是自己調的那個speed 我是調到自己喜歡的那個speed 然後我用了小的那部 我是調不到我喜歡的那個speed 然後我覺得不太舒服 之後我也是要買大的那一部 然後我們調到那個speed 然後我覺得 嗯 舒服了 不過你講開Claris Solid 因為我的討論是只買Claris Solid 其實我很不喜歡這部機 它經常說它不會震動 不會傷皮膚 但是明明我試在手上它就在 它不是旋轉 但是它也有震 它也有磨擦 你會感覺到其實 不當不少 一個擦去擦 你看到它在擦的臉 都是會有些 不知道 我覺得會有些傷 我是覺得很骯髒 我很喜歡 而且它們還很好笑 它新出Aria 是說什麼 是可以去旅行用的很方便 就是因為它換了USB的充電線 那問題是 你這部Claris Solid 你怎樣都不會想帶一部 這麼重的東西去旅行 但是Foreo是真的很細細 很輕便 而且它擦一次電 我沒有試過不用再擦 對 我從來都沒有擦過 從來都沒有擦過 我之前那一部 我給了我媽媽用的那一部 已經差不多兩年了 兩年都沒有擦過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Foreo 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媽媽很搞笑 我媽媽會用Foreo後面帶的抗皺的功能 去按她的手紋 對 這個位置 我媽媽經常說這個位置 很黑 很皺皮 然後她說她按了之後 她自己覺得白了 我媽媽很搞笑 然後她晚上就在這樣 在這樣按 很過癮 密盡其用 對 密盡其用 真的 塗了手霜之後就可以按了 因為她很容易清洗 對 她說她的質地是不會滋生細菌的 對 那種什麼 Silical 對 然後我每一個星期會用洗臉奶洗 對 我都用洗臉奶洗 然後擦一擦就很乾淨 對 以上這些就是敏感性皮膚的因物 對 如果大家都是有困擾 即經常覺得自己皮膚很容易敏感 那你不妨可以去試一下 這些品牌 因為其實她們都是比較天然 是 因為我真的看到很多客人來用 你會知道她的feedback是怎樣的 所以我都覺得這些產品其實都不錯 而且我覺得 你用一些沒有那麼刺激的產品 是真的不會那麼容易乾 對 所以我現在都是轉了這些 比較天然的產品 就是 我已經不喜歡用那些所謂大牌子的 就是一味就是做廣告的 Kios的 你會聞到她的味道不一樣 對 跟以前聞你覺得好像沒什麼味道 現在聞Kios的味道 Kios的 其實我第一次用Kios 所以我覺得 我不是覺得它是香的 我覺得它是臭的 不過我以為那種臭是 就是那些醫學的那些味道 因為它真的很臭 不是的 你現在用開這些天然的 你還用Kios 你會覺得那些是化學味 對 那些化學味 因為我一開始是完全認識的 因為Kios是paraben很厲害 它那些防腐劑多到嚇死你 其實就是 它還要寫在它的盒後面 嗯 所以其實用 用產品就跟個人喜好 好像我們這些就是屬於 行天然派的 對 我們喜歡 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化臉始終是 就是要保護得好一點 就是好一點 不要用那麼多化學的東西 嗯 就是平時化妝都已經化學了 對 如果一無敷就不要再化學了 那好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Charlene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